有人想看五彩斑斓的黑爆米花 来今天给大家做一个 先让爆米花转起来 哇塞超好看的 好丝滑的感觉啊 来放一点整的的 这叫做什么什么糖 也知道这叫什么糖 我不知道它叫啥 这叫什么什么糖 来我们放一个爆米花 今天我们就只放糖吧 只放玉米粒吧 再来一点点油 再放一点点油 再放一点点油 再放一点点就行啊 这个什么 找到哪个是 好我们先让它加热 哇塞这是五彩斑斓的黑吗 好多人都想要看 爆米花是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巧克力爆米花怎么做出来的 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了 这是什么巧克力 黑巧克力 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 这叫什么糖 什么什么糖 这些糖从姐姐家 要过来了 姐姐家的孩子 来我们先让爆米花 继续转起来 哇塞好顺滑啊 其实这个东西啊 已经解放双手的 你知道不 挺好它自己给它 扒了扒了扒了 转的转的转的 挺好玩的对不 哇塞好好玩呀 太有趣了 来不停的这么 转来转去啊 好香啊 哇塞真的老香了 哇塞 好像一锅粥啊 就是有点像巧克力粥啊 我想到一句话就是 你我本无缘 全靠这锅粥啊 哇塞你看到后面的 看到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小猫猫 都挤成堆了 然后我们这时候可以看 来一下电话是不是 然后一边上电视 一边吃爆米花 太舒服了 来爆了 咱们赶紧盖上盖子 哇塞爆了 哇塞 五彩半蓝的黑爆米花 老香了 哇塞你我本无缘啊 全靠咱们这锅粥啊 太香了 来三二一打开 当当当当当 哇塞 太香了 这是巧克力爆米花哎 哇塞有点像黑椰子的感觉 有个冰淇淋很火的那个 哇塞老口吃了